其实还是挺紧张的 我现在回头想的都忘了感谢一切人的名字 都拉掉了一大组 然后其实刚才还想说 我应该是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演戏了 所以到现在呢 这个功龄也超过35年了 就是特别希望我自己的故事 可以激励到这个年轻的这个团队 就是一件事情坚持下去 风铃纠长总会会有成就的 我觉得花语电影里面 其实是非常需要有现实主义的电影 那我们现在更多的看到很多电影 就是很爱做 那可能满足从观众的这个消费的一个层面 满足度来讲 就是说满足更多的观众的娱乐层面的这个消费 但是渐渐渐渐随着观众的这个常属 我们也希望做出更多的具有社会性滑梯 具有灵魂性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但是呢 我们也会碰到很多艺术电影 就是说非常注重这个灵魂性 但是把娱乐性完全靠在一边 但我们其实整个团队 我们的这个诉求是希望可以结合这三种这个特性 做到让观众觉得就是很好看的 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有商业度的这样的这个电影 所以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尝试 那如果这个尝试得到肯定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务 我们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再继续再做下去的样子 像是原先有一个原型故事 我们的编剧之一这个寒佳女把这个故事做成了一个原创的一个电影剧本 这个剧本给到宁浩导演手里 宁浩导演呢 他就当时就找我 他说你要不要演我们的故事 我看到这个故事 因为这不是一个看上去不是一个很商业的一个电影 我们两个人有一番这个探讨 到之后我说你拍嘛 你拍的话 我说我肯定就是回来演 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 就是说宁浩说 他说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年轻的一个导演 然后恰巧这个导演 我在《佛斯电影节》上看过他的短片 我听他一说 我说哎呦 我说这个导演太好了 我说这个导演太 就是他拍这个电影会比我们两个人来做这个导演各家合适 那我就跟宁浩提出 我说我们两个联合来做这个剪制 那由宁浩负责前期的这个剧本的一个推动 然后我呢 站台为这个年轻的这个导演和带领整个这个演员组参与拍摄 以及参与后面的整个的宣传和发行的这个工作 我们俩有这么一个分工 就是我们两个人 有一个媒体叫什么 就是一旦两星 这个这个年轻的导演就是那个一旦 然后我和宁浩在背后这样支撑卡 让这个有才华的这个年轻导演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可以浮出水面 当然我觉得是很幸运的 但是我觉得第一次来金马奖 我还是很 我还是觉得金马奖是非常非常专业度很高的 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奖项 作为电影人来讲 我觉得其实 就是我很喜欢那样的一个氛围 而且看到那么多电影人聚在一起是很温暖的 我相信我肯定不会甘心只来一次 我希望有更多的新的这个电影可以有入味 而且我今天特别看到廖青松老师那一段 我非常的感动 其实因为在剧组里面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幕后的工作 像调教师这样的这个角色 其实每个剧组里面都有 但是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角色站到台上来领奖 其实这个电影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专业度的一个鼓励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电影精神的 我觉得这是都是值得我们特别去学习的 所以我觉得各位评审真的是很具有会言 这个原型人物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玛丽白血病人 所以在做剧本的时候 其实是在故事构架的时候 把他作为一个他本身不是玛丽白血病人 这样的对普通观众来说就具有一个代入感 而我们其实要传递的也是一种正能量 一种这个人性的这个温厚的一种关爱 但是每个人都是会有人性当中的这个缺陷了 就是像前面一开始这个人物进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出于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目的 但是渐渐渐渐渐的到最后他的慈悲心反发出来 我相信观众也是因为这个而感动的 好 接下来没问题 我们女主角还没来吗 对 没关系 那我们就先稍等一下 人家不想问我问题的结果一位女主角还没来 还要问我很多问题 我也蛮不好意思的 对 那我这个现在合成技术那么发达 还要问屁吗 你就屁一下屁吗 对对对对 我把一个这个 我把一个旁边有人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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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因为我一个 好 我们来这个金马的讲座来 因为女演员她穿着高跟鞋 没有要批啦 她穿 因为女演员她穿着高跟鞋 又偷着裙子可能 谢谢许珍老师的体验 没关系 应该的应该的 来 麦克风给我 是没有要批的意思 我们还是女演员在慢慢的来的路程中 但是谢谢许珍老师 让我们有一个迎接女主角的这个姿态 的确就像《武校生》里面的这个角色 非常的悲甜蜜人喔 你们这个摄影大哥太折磨人了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不可以 这个是留给文木野导演的 其实 好 那徐珍老师先下来休息一下 好 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不要被摄影大哥折磨了 辛苦你们了 辛苦你们了 等到这样男主角还这样被折磨 真是的 好 下个更好